两个月前的一个深夜 小张给母亲王女士打了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直接让王女士的内心掀起了惊涛海浪 从他那回打完那个电话 我就心里一直焦虑 儿子的深夜来电 让王女士焦虑不安 她于是不远千里直奔金牌调解 寻求帮助 我们的调解团队看出了这个电话背后 问题的严重性 那个深夜里的电话真的很危险 你给母亲打了电话 其实你就是在寻找稿 你在求助 这个电话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她揭示了这对母子怎样的情感困局 而在调解现场 为何小张频频提及的都是陈锋的往事 七岁的时候从上耳光把耳朵都给扇聋了 七年级的时候垫着屁股把那豆粒都打碎了 我真不知道 显然这些往事是王女士所未知的领域 她们究竟对小张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小张和母亲又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纠合 她们还能走进彼此的心 重新靠近吗 调解马上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是母子二人 妈妈王女是儿子小张 我们了解一下两位各自有什么样的诉求 我是想让她打开心结 以后你好好的生活 我们母子好好的能沟通 现在就基本上不沟通 有啥想说的我也不敢说 我可想跟她说说我的心理了 但是每当一说话必须吵架 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要是参加意见 我们娘俩就得战争 想张的诉求是什么 和父母沟通的时候 能听进去我说的话 并且根据我说的话 发表点评论 不要把话题再给带歪了 你这个意思是 不是你不愿沟通 而是和她的沟通 很难进行下去 对我非常想就是有人能可以沟通 其实你内心有渴望 对 能跟她直接敞开吗 没有这个渠道 不是说渠道吧 因为我感觉是终端的问题 不是途径的问题 有些事让我说我能说出来的 但是我不去接受 明白 所以得把这个终端先解决 思想也好或者方式也好先解决 小张的态度很明确 要想解决母子俩的沟通问题 母亲王女士是关键 每一次只要她发出沟通的信号 母亲这个接收终端 不是串线就是关停 完全无法给出她想要的回应 现在如此 二十几年前在她的童年 母亲也是如此 换句话说 母亲这个接收终端 已经坏了二十几年了 我七岁的时候从吉林转学到山东 首先口音就不一样嘛 交流有难度 其他的同学对我就有点排外 我回家我找谁倾诉啊 找父母倾诉 说一半就是肯定是我的不对 那么小 受了老师的气 在学校挨了揍 回家跟父母说 不等说完 也不问原因 也不问我杀了怎么样 只有一句话 肯定是你做的不对 所以现在看到新闻上 某些老师虐待学生 跟我们当时比起来差远了 最多能有我们当时的 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的强度 我们的老师 当然我是爱过揍的 是不是应该找家长去倾诉这个事 反映还是那句话 肯定是你做的不对 那别人怎么不爱揍呢 上高中以后吧 我母亲跟我说了一件事 也听说那个老师 把学生上耳光 把耳朵都给扇动了 我说当时我受到的 就是这种待遇啊 只不过我可能是命比较硬吧 我耳朵没动 我们一贯的都是 你看一说 老师一说他不好 他一回来 就肯定是他不好 就是肯定孩子的事 那时候我奶奶去世嘛 然后我做梦总是梦到他 后来跟家里说了 就说给我弄一个辟邪的东西嘛 叫他一个小布包里边有蛛纱 有回痘 让碎成鞋带 我放在屁股兜里 那次是上自习课吧 后来我前桌下棋 被老师抓到了 让我们去办公室 搭屁股 搭着垫着屁股 把那豆粒都打碎了 什么打呀 木板 木条 那回家怎么说呀 说了也不说 这一次就挨一顿揍 如果说完 家里还家长还要再说 再训我一个 那我没有必要再回家再说了吧 我真不知道 后来我知道我也特别心疼 显然 对于当年幼小的小张来说 王女士的这种后吃后绝 带来的伤害 无疑是巨大的 就这样 小张对父母的信任感 一点一点地流失了 而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事 这件事 直接让小张对父母 彻底地凉透了心 七年级的时候 当时我长得又瘦又小 前后桌嘛 然后我中间的空间就小 我就使劲往后靠 把后边的桌子 倚得倾斜了 老师看起来让我坐好 我说我地方太小了 坐不开 老师来了一句 你这么小要多大地方啊 我说 我再说我也得需要地方吧 就因为这一句话 顶撞老师嘛 把我捻回家去了 我认为我做的没错呀 就我想就坚持 让老师去给我上门道歉 不道歉的话 我可以考虑去教委脱诉 但是回了家里 我父母欠我这双鞋 我不去 他们去找老师道歉去了 本来我没错 凭什么我的父母 需要去找老师道歉呢 那回是让老师年家去了 年回家了 好几天没上学 我上学校去找老师去 当时咱们的情况呢 是这个孩子呢 学习成绩好 老师对我说的呢 说的是 他是好孩子 不让他上后边去 他非得往后调 非得调后边去坐子去 上后边去坐子去 你跟那些个同学打闹 你老师不管 他跟老师说的 他俩说的 不是一回事 那你有没有回来 跟孩子再沟通一下 到底是什么 我跟他一说呢 他就说 你就向着老师 我是听老师说的呀 我才跟他那么说的 我说你回去上去 好 我们先找第一感觉 他认为他在学校受委屈了 他回来 当他第一时间跟你们 说完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第一反应确实是 你做得不对了 为什么呢 那你看你要是 做得好的话 老师不可能说是批评你 后来劝着我去上学了嘛 我去了以后 老师对我的态度 就是180度大转变了 其实小的时候成绩好嘛 老师对我都 相当于高看一眼 从那件事情以后 把我混到最差的学生里边了 调皮捣蛋 闹事的 就是老师彻底放弃的那种学生 画到那一类里面了 你觉得是因为你的举动 还是因为父母的什么举动 才导致这样的结果呢 父母的举动 如果在学校里面 就可以去找老师面谈 面谈不了 应该有部门能管的老师吧 但是没有去 就选择的是忍气吞声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感觉 太孤单了 全世界没有人 能听我的倾诉 连可能最应该保护你的父母 也没有给你产生 可以保护你的感觉 对 这个时候就把心关起来了 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吧 就这样 小张紧闭了心门 不再向父母敞开 可是对于这一切 王女士却依然毫无察觉 她反而是简单地认为 儿子只是性格内向而已 日常生活中 她还是如同一位 寻常的母亲一般 照料着小张的饮食起居 可是她不会想到 实际上在儿子的内心 正在悄然滋生着 不满和愤怒 晚上下了班 我去妈那边吃饭 拿起来馒头先咬 我母亲就说 先喝汤才是对的 那我说我都吃三十来年了 我饭都是一直这么吃 也没说身体有大毛病啊 为什么我就不能这样吃呢 否定 不应该这样 这样对健康不好 对身体不好 就吵起来 那吵起来我就闷闷不乱 抓紧吃完吃完走人 还有就是喝水嘛 有的时候忙一整天 都不一定能喝了一次水 都是准备一个大杯 喝一次就是喝一大杯 然后母亲就说 喝水不能这么喝 应该是小口多次地喝 这种事情都需要管 我感觉受不了 可能在我们听来就是 这可能是做妈妈的一种 自带属性的天然的唠叨 为什么你会很接受不了 我就感觉吧 就是说不管我做什么 都会遭到反对 你的思维定势已经形成了一种 就是只要我做的事情 我妈妈肯定是否定的 对 肯定要否定一下 我也只是提个建议 不听也就拉倒了 这已经形成习惯了 一向不听我的 就是反正我就跟你俩对着干就行 就像他所说的 你一向否定我的 我不会表扬孩子 我做得不到位 所以他心里就有点 就像排斥我 如果说他跟你之前的状态 不是像你所讲的 我什么都不愿意跟他沟通 就是从小妈妈就是什么都管 包括您所说的学校发生事情 他有什么都管的话 你还会反感他说这些吗 应该不会的吧 不会那么排斥 可以跟他们讲道理的话 我感觉不会有后续这些事情发生 小张很愤怒 在他看来 母亲在他童年时 该管的事情不管 现在他成年了 母亲这时 却把他当成一个小孩子一般 视无趣系地管着 这着实让他十分厌烦 可是王女士却说 自己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现 其实也事出有因 我们俩没法沟通 刚开始就不用我管 我也就不管 什么时候您开始操心了 从他离婚以后特别特别厉害 他已经离婚两年了 整个孩子愣给我了 这孩子始终是我给他磐子 儿子离婚了 王女士的心也慌了 在此之前 小张的生活轨迹 就像大多数同龄人一般 上大学找工作 结婚生子 王女士对儿子也慢慢放心了 可是两年前 儿子却突然离婚了 这个突发状况让王女士刚刚放下来的心又悬了起来 她开始陷入无比的焦虑中 为什么他会说当你婚姻出了问题以后他会更加的担心 可能是怕我自暴自弃 然后做出点极端的事情 我非常怕她 自暴自弃 王女士会有这种想法 并不是偶然的 因为就在两个月前 小张就曾经有过一次异常的行为 让她至今想起来 都感到脊背发凉 浑身冷汗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条件 我们继续 她有一次给我打电话 她说她得抑郁症了 假如哪天我要是死了 那孩子你能不能管着 我就特别焦虑 小张 你是在什么情况下 给你妈妈打了那个 让她现在都害怕的电话 三个月之前吧 挺长一段时间睡眠不好 工作方面也是跟同事沟通不好 再闹一肚子气 回了家以后呢 然后再因为这些唠叨的小事 就特别孤独嘛 没人能理解我 说什么都别人理解不了 我就感觉我和她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是想通过那个电话告诉她什么呢 我的真实想法 妈妈在电话里有反应吗 来来回回打了好几遍 才把整件事情说完 我说到一半就挂电话了吗 为什么挂电话了 这不就一贯的作风吗 什么事我说一半 该怎么打断怎么打断 该怎么自己去想怎么发回去 就骗骗自己脑补了 我的话从来就没说完整听完过 这么多年一直如此吗 她说她要死 如果我要是死了 我的那个孩子 你们能不能给管着 我没法说了 我说我管着孩子 你去死去吧 我不可能这么说 但是我说我要是不给你管 我怎么这么说 我说我不给你管 你带走吧 不是 第一反应不是应该是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我不是 我还怕我俩说起来了 她在做出来极端的事情来了 她在 我就把电话挂断了 挂断了好几次 那天晚上挺晚的 我不知道该咋处理 我只有挂断 你都没有听到她为什么会这样 那你在担心什么呢 她说她得了抑郁症了 对啊 那就更要听她说 她怎么了 我听不进去 我非常担心 听不进去 挺遗憾的 其实你心里是很害怕 很担心 我非常担心她 可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去让她知道你在为她担心 对 从她那回打完那个电话 我就心里一直焦虑 问小张一个问题吧 你在打那番电话的时候 你内心期待 电话那头的人 他能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只是想知道这个答案 什么答案 孩子到底给不给养 所以你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预设好了 我不要你任何的回应 对 我不想跟你做任何的交流 对 我只要这一个答案就够了 一共就是活了三十多岁 我人生的三分之二 同学的经历 告诉我根本不需要 就该死心了吗 这个深夜的倾诉电话 让大家生气地感觉到了 小张内心的压抑和痛苦 她明明渴望着母亲的关心和爱 可偏偏 王女士在当时的表现 和在现场的茫然都在表明 这位母亲并不懂爱的方法 很遗憾 两个明明本该是最亲的亲人 却没有方法靠近彼此 该如何帮助他们呢 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心理节目主持人北辰 率先拿起了话筒 对于你提到的耿耿于怀的 一个童年的时代 应该说对你造成了 小小的应激创伤的 或者心理障碍的那个点 我想我们要解开心结 一定要把这个结打开 第一个点是遇到了一个小的问题 你的座位太小 你想要争取自己更大的活动空间 但是接下来的做法错了 因为你用力地去拱了自己的凳子 影响到了后面的同学 这个时候第一 课堂的纪律 整个的秩序受到了影响 所以老师可能会批评你 这个时候你距离地争地怼回去 你有你自己的想法 但是你犯了第二个错误 你没有给老师应该有的 在公众面前的一个身份和尊严 所以当一个人没有尊重别人的时候 别人就会不会尊重你 所以可能在很多的同学面前 给了你怒斥或者批评 这个小小的问题 其实并不严重 但是你的母亲不是一个心理学家 她也不是一个教育学家 她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妈妈 我说你妈妈有错 但是她的错仅仅可能是 在这个事件当中是一个百分之十 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母亲而已 所以可能类似这样的问题多了 你觉得在她这儿 得不到有效的支持 造成了你日后 很多时候对你妈妈的一个 主观的意见的拒绝和排斥 那现在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阻碍 其实源于你自己的主观判断 那我们现在尝试地考虑一下 换一个角度 有没有妈妈也可能 在我们的引导下成长和学习的可能 我们经常提到一个概念叫反哺 小的时候妈妈管我们 教育我们 补育我们 那现在其实有一个功能你忽略了 也就是作为成年人 和有着高学历的你 应该反哺和教育我们的妈妈了 那就是妈 我告诉你 怎么样跟我沟通会有效 我这个时候希望得到你怎样的支持 我希望你对我是什么样的一个 沟通的语言和态度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你妈妈会在你的引导下成长 然后我对妈妈特别想说一句话 就是那个深夜里的电话 真的很危险 这个时候一个意识到自己可能 濒临着生命的威胁的人 给你打来的一个求助电话 其实你应该首先想到的是 为什么我儿子有这样的想法 而不是揪住这个问题 我怎么来回答你 所以你偏颇了 好在现在她平安地坐在这儿 所以你可以松一口气 可以放下心来 但是你的任务特别地重 你要主动地询问儿子 她需要怎样的关怀 在这样的时候 妈妈能做到什么 我个人觉得对方的需求 才是我们真正要考虑的 你有的时候干涉的确实太多了 她已经是个32岁的成年人了 要保留她的空间 也要尊重她 最后对母子二人 各自同样的一个建议就是 我希望有一个精力回流 这个精力回流 就是回到你们自己 作为独立个体的生活中心 那就是儿子更独立 甚至独立地去照顾自己的孩子 或者我生活得更好 减少你妈妈的负担和压力 当一个人对你的爱 对你的付出越多的时候 对你的要求相应就越高 那妈妈也一样 能不能把更多的爱和精力 回流到自己身上 让自己过得非常的灿烂 让自己的精力回流一部分 我觉得会改善你的关系 其实一直想找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寻找一个避风港 寻找一个安全的港湾 但是很可惜的是 你妈妈她没有一个爱的能力 她给予不了你这个东西 你妈妈经常说一句话 她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比如说七年级的时候 你跟老师发生了冲突 其实老师也有不对的地方 然后但是最让你难受的 不是老师 在我看来你觉得你父母没有保护 所以从此以后你对他们失望 对 你一直在寻找爱 当爱寻找不到的时候 你就会选择放弃 其实你是非常受伤的 你不跟父母说 你把伤口封闭了起来 所以一直以来 你的伤口都是封闭的 这种封闭的结果就是 那个伤在里面 但是你的个性就越来越硬 这个硬的体现在就是 第一个你妈妈对你 就是不管你做什么 她都是不对的 你的方式就是 你不管干什么我都反对你 关系就越来越糟糕 其实你在心底里你对你母亲是爱的 你觉得自己得了抑郁症的时候 你给母亲打了电话 其实你就是在寻找港湾 你在求助 但是你母亲的选择的方式 却是我个人认为不是特别恰当 她选择了挂断的方式 这个让我们的感觉就是 你看妈我都这么重了 我都这么难受了 你不关注我 你不重视我 而刚刚这个主持人在问你妈妈的时候 你妈妈还是一直解释 我倒不是说责怪你妈妈 我觉得两个人都不需要指责 我觉得你妈妈是在回避情感 这是她一直以来的方式 她不是对你回避 她对自己都回避 你心里特别难受的时候 你妈妈她承担不了 这是我个人的解读 所以她选择挂断 我这样说你明白吗 就是你妈妈没有这种爱的能力 她想爱她爱不出来 她说不出来 并不是她真的不爱你 所以说呢 这个港湾的话呢 可能从目前从你妈妈那儿 可能不太能够得到 还得先从改变自己开始 先成长自己 当你成长得好了 该来的就会来 当你自身确实往了成长和成熟走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都会互相发生变化 孩子在亲子关系当中 他需要什么呢 首先他需要安全感 第二 他需要无条件的接纳 第三 他的感受能够被理解 在学校里面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 老师打了他 他换了学校 换了环境 他不适应 受了伤害 但妈妈的表达就是 你是错的 他没跟我说 他不跟你说 这里面就暴露一个问题 你们之间的信任已经没了 作为父母亲 我们首先能够去认同 理解他的感受 然后我们再来帮他 分析这件事情的是非对错 孩子是乐于接受的 如果还没有去认同 接纳他的那种感受 就开始否定他 或者不认可他 那么这是亲子关系之间 产生信任的最大杀手 而亲子关系是一个人将来走向社会 跟这个世界建立和谐关系的一个模板 一个前提 假如说亲子关系出现很大的问题 而且等到他承认以后还没有修复 他跟这个世界就无法和谐相处 所以他就会很痛苦很难受 而我们普通人看到的是 你为什么如此的不争气 为什么不能够好好地工作 不能够好好地经营家庭 不能够好好地去爱一个人 我就想问 他的这种能力 好好爱一个人的能力 好好地跟这个世界建立和谐关系的能力 从哪里来了 它是缺乏的 所以我们说要改善这种关系 母亲和孩子都需要有改变 母亲呢就是咱们放下 我是对的这种必然性 孩子你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 你的第二次心理发育 要靠你自己 不能说把过去妈妈做得不够好的 一堆东西拿出来 从此就以此为打剑牌 成为阻止自己成长的障碍 不可以 你得走出这种怨恨 重新开始自我减醒 自我察觉 我到底哪方面做得有问题 一定要学会自我心理发育 不是沉浸在过去的痛苦失败当中 我想先给我们的小张和王女士 各自一个形容词 用一个词来形容小张 就是敏感 她的精神上始终不太容易 从一件事情上抽离出来 而且很容易被一个突如其来的事情 所刺激到 而引发后续一系列的问题 但是小张 哪怕你心里对妈妈有诸多的怨念 我个人感觉这种怨念 是起源于一种不理解 因为你不太了解 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给妈妈用几个词来形容的话 那么妈妈是一个谨慎求全的人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妈妈平时在工作 在对人上 都是谨小甚微 宁愿委屈自己 也不愿意打破规则 同时 希望能够照顾到周边方方面面人的情绪 希望能把事情都做好 希望自己能落个好口碑 对她来说 挑战秩序 打破规则 她无法容忍 她也没法接受这样的自己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妈妈 当听到学校的老师说 那个老师跟孩子又发生问题了 那么妈妈她的下意识的反应 和多年以来的生活的积累 她的第一个感觉就是 那肯定是我的儿子做错了 因为在她的脑子里 从规矩上来讲 老师是不会错的 也正是因为在她的心里 要太多地去照顾到别人 要谨小深微 难免就会求全责备 难免就会变得 在一些事情上 丧失自己的判断力和有失功率 如果小张我们能够看到妈妈这种性格的时候 我们可能心里会不赞成 她的懦弱和胆小 但是一定不会对她 曾经对你自己的一些行为 那么耿耿于怀 那妈妈第二个性格的设定 妈妈是个很琐碎很仔细的人 所以在很多事情上 她怎么抓小放大呀 儿子这个心理健康成长的问题 她好像视若无睹 可是对我吃几口饭 先吃馒头还是先吃米饭 喝水喝得多还是少 喝大口还是喝小口 她却在这里耿耿于怀 她是不是专门跟我作对啊 不是 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人 归行俱步 生怕出错 人生永远在这种小心意义中前行 其实它也很不容易 所以我始终认为 和一个人和解 或者原谅一个人 或者去建立一段亲密关系的前提 一定是我们彼此有着足够的了解 当我们有着足够的了解的时候 我才能够真正地去接受 并且去接纳当下 你们的母子关系 像很多很多母子一样 都没有站到一个比较正确的位置上 什么是正确的位置 就是不管我是母亲还是孩子 首先我是独立的 一个人越独立 他就越懂别人的独立 就越知道边界在哪里 我知道你有自己的故事 我也知道你有自己的经验 我也知道你有自己心里面的把握 哪怕不是那么成熟 但是至少我信任 我等待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县力良好的亲密关系的基础 第二个点我觉得 其实你们俩都在谈沟通这个话题 但是呢 沟通是什么 可能两位还没有搞清楚 我个人觉得 对你们来讲 目前沟通啊 不是常说的那一种沟通 因为你们的共同语言并不多 除了在家庭里面 真要交流起来 很对不起 共同语言不会太多 那这个时候我认为在你们之间 所谓的沟通很简单 就是依赖 比如说小张希望找到沟通的对象 那我告诉你 妈妈也是 但这个时候沟通变成依赖 那妈妈这边就要接招啊 你其实希望跟孩子沟通是什么呀 就是我的爱 希望你能知道 能明白 能发挥一点点作用都好 这样的话我认为沟通就完成了 妈妈其实是这样想 也挺简 没问题的 你应该看到孩子在你面前 有一些消极行为和消极语言 其实是一种依赖 你就这个时候就别讲理嘛 就讲情嘛 哎呀孩子啊 虽然你的事情我不懂 你的压力我也不明白 但是我看到你难受 那妈妈能干嘛呢 妈妈可能就拉拉你的手 拍拍你的肩膀 我觉得能拥有这一份母爱 对孩子来说已经很幸福的事情了 所以就这个点来说 我觉得你们回去特别好调整 大家都把你们的心里面的障碍 分析清楚也扫干净了 那你们俩干嘛呢 用情感来沟通就好了 在观察员们的分析基础上 调解员胡建云开出了一记良方 他建议母子俩今后要学会 带着情感去交流 用心去体会对方的需求 再用爱来化解彼此的误会 对此 母子俩都若有所思 于是接下来 我们的调解顺势进入密室环节 一落座 小张就对观察员李小云 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听得出来 小张对母亲仍然信心不足 对此李小云提议 她必须要正视自己的内心 你们会觉得您现在的状态 对你的生活和工作有影响吗 非常大的影响 工作中的坏心情 坏情绪的带回家 家里的坏情绪的带去工作 现在都这样 妈妈本身就是一个 守规矩讲秩序的人 她可能就会觉得 在一个人的这个年龄里 她既定的就应该 找一段稳定的工作 找一段稳定的生活 那恰恰在这里 自己的儿子什么都没有 所以她那个心就开始焦虑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说 如果你妈妈能够 就是放下对你的一些不放心 当然前提我必须得说 所谓的这种放下不放心 你一定要明白 就是我们身上 也不能有大的东西 让她不放心 我们可以先尝试着 让自己把自己的 就是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 先稳定下 这样的话 我觉得家长的担心 也会少一点 李小云耐心而诚恳地 劝解着小张 小张也听得十分认真 看上去 这篇密室进行得很顺利 那么密室另一边 观察员北辰和王女士 又聊得如何呢 我特别想给你一个建议 建议就是你多去主动地 询问一下孩子需要什么帮助 需不需要 我们要帮助一个人 首先要具备两个 特别基本的条件 第一个基本条件是 对方需要你帮助 我明确地表达 蒋姐 你能不能借我200块钱 这是我明确地表达 那第二个最关键的因素是 你当时具备这个能力 也就是说你刚好有200块钱 你说北辰我借给你 这形成了一种帮助 很多时候你的所谓的 对孩子的好和帮助 是孩子不需要的 他没有明确表达 你塞给他的 而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你所谓的 有一些表达是你自己 或者你的帮助 是你自己不具备这个能力的 甚至可能你的观点 有可能是有偏颇和错误的 为什么孩子不愿意 跟你个头工作呢 甚至每一次离职 也不愿意告诉你呢 因为无用 你不觉得吗 他跟你说了之后 你平添了 你的焦虑 你可能会捞到他 你看 你上一份工作 持续了八个月 这个月 这次你只持续了三个月 我不是捞到他 你买东西 包括他结婚买房子 我给买一点 买车 我给买一点 这个呢 我就说了 我说我给你买可以 你拿多少钱 你这毕业十年了 没有 你知道他为什么 有的时候显示的不独立 或者是没有责任心吗 其实跟你一直以来 这种 我刚才说了 这种无微不至的 甚至一直责任心太强 是有关系的 我是希望你 能够少一些对孩子的 更多的这种关注 也就是这种爱的边界感 北辰老师深入浅出地 帮助王女士 分析了他的不足 也指明了他今后 可以调整的方向 对此 王女士连连点头 表示十分认可 这样的情景令人欣慰 于是北辰决定 和小张也聊一聊 我说实话 我听到他对你 做的很多事情的时候 如果是客观地陈述的话 我会觉得听你挺惭愧 你可能听了不舒服 你比如说买房子 买车 很多细节上 母亲还是心疼你的 很多时候还是支持了你的 对吧 这点承认 所以你们之间的 沟通的问题 我觉得表象是 呈现出的是沟通的问题 但是实质上 可能存在着一些 因为你没有意识到 我真的应该 真正的独立了 你不能一方面 享受着父母 给我的一些支持和爱 经济上的 包括帮我带孩子 很多经历上的 然后一方面呢 我还不允许你 对我有其他 让我不舒服的 这种爱和方式 因为你妈妈 现在真的 在我所见到的母亲当中 已经是 至少85到90分的母亲 但是你还是 很多不满意的地方 而且把这十分的 她没有做到的 不满意 变成了一些抱怨 憎恨 至少是抵触吧 至少是抵触 我希望你尝试的什么 虚 不是和你妈妈一个人 去和全社会去和解 这问题顺带都解决了 可以吗 北辰老师的话 得到了小张的肯定 那么 从密室出来的小张 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这对母子 又能否兵事前嫌 重新找到 和对方相处的方式呢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 金牌条件 密室结束 我们一起回到场上 来看看这对母子 现在的状况 我准备用三年的时间 逐渐改变 变得更好 妈妈相信你 一定能改好 三年以后 变成一个新的我 努力 妈妈期待 儿子 妈妈相信你 一定能好 以前妈妈对你管的太多了 无微不至地 给你带来了压力 以后你自己的事情 自己做了 你有什么需求 你随时可以跟妈妈求助 妈妈一定还是支持你 只要你需要 妈妈还是你得后退 我也知道 就是你一直是对我好 但是有些是我会 我是有点太不耐烦地 去接受了 这点我做得非常不对 以后不会再这样的 工作上的事 我会把我的想法 尽量地全都说出来 不会说在什么事都瞒着 一意不行 你做什么决定 妈妈支持你 妈妈相信你一定能好 以后越来越好 因为不懂 所以远离 明明很爱 却彼此伤害 其实很多母子 就好像王女士和小张一般 因为缺乏理解 因为缺乏正确的爱的方式 于是在生活的琐事中 误解了彼此 徒留了怨恨 其实只要找到 政治的途径 掌握政治的方法 他们就会发现 亲人不曾走远 而爱就在身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